在公元1054年,一个安静的深夜,宋朝史学家欧阳修开始撰写一部纪传题史书《新五代史》,可是就在写梁本纪开篇的时候,欧阳修却气得把手里的笔狠狠地摔到了地上,然后还仰天大骂了一句天下物梁久矣,欧阳修之所以生气,是因为开篇的梁本纪就让他看到十分恶心的人物和事情。 这里的梁,其实指的就是终结大唐帝国的后梁,同时,其也是开辟五代十国乱世续章的第一个王朝。 那么,欧阳修为何看到这个后梁后,气得破口大骂呢? 其实他生气的不是后梁,而是后梁的开国君主朱温。 古代有诸多的开国皇帝,而且大部分都是值得称赞的人物。 可是号称大唐终结者的后梁开国皇帝朱温,却被人评价为禽兽不如,朱温为何会有这样不堪的评价呢? 下面听我详细道来。 朱温出生于一个名叫荡山县武沟的小地方,父亲和祖父都是有学问的人,虽然没做过官,但是在当地很有声望。 朱温上面还有两个哥哥,而且都是很老实本分的人,但是朱温却并不喜欢务农,反倒整日游手好闲,甚至天天做着成为江湖豪杰的美梦。 在当时的街坊邻居眼中,朱温宛如一个有着中二病的地痞小混混。 朱温从行为上来看,颇有点像汉高祖刘邦当年的架势。 这样的人在盛世就是祸害,可是一旦到了乱世,就反倒成了英豪。 唐朝末年群雄并起,老百姓们支持并参与的人非常多。 朱温在这个时候也加入到了皇朝的起义军队伍,接着朱温因立了军功而升了职,成为了都于侯。 后来因为他大破下州,夫州有功,又被任命为同州防御使。 但是朱温却在此时转而投降了朝廷。 唐西宗看到朱温归顺朝廷的消息,十分激动,便立刻下令,授予朱温左金吳魏大将军的官职,又给他赐名为权忠。 朱温也不负唐西宗所望,在之后的战斗中,剿灭了前老板皇朝起义军的大批人马。 他一点也没顾及这些人曾经都是他的同袍兄弟。 朱温又接连在陈州之战,蔡州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,地位也随之变得水涨船高。 甚至在凤翔之战中,朱温将被宦官幽禁的唐昭宗强行带走,然后让他复位。 但其实复位之后的唐昭宗也只不过是朱温的一个傀儡。 唐昭宗对朱温言听计从,压根不敢反抗他。 仅仅是控制着皇帝并不能使朱温感到满足,最后野心勃勃的他想要自己坐上龙椅当皇帝。 于是在天佑四年,朱温正式称帝,建国号为大梁,史称后梁,后史称其为梁太祖。 这时候话又说回来了,一般在庙号中带一个祖字的皇帝,还真就很少有像朱温这样行为不堪的人。 因为仅从做人上来说,朱温其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。 他先是跟随皇朝的起义军而起家,当时还十分受皇朝的赏识。 结果他转头背叛了老板皇朝,转而投降到李唐朝廷门下。 然后他又帮助大唐朝廷消灭了皇朝的起义军。 在唐朝为官的时候,他又开始专权弄政,还杀了唐朝的两位皇帝,最后彻底终结了唐朝,自己当皇帝。 建立了大梁。 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也是毫不为过的。 除此之外,朱温还喜欢滥杀无辜。 在剧野一战的时候,朱温将对手的一万多人马屠戮殆尽,剩下的三千多俘虏也全部被朱温屠杀。 而且他还制定了一种残酷的军阀,一旦队伍中主将战死,其他的士兵即使在战场上生还,也要全部被斩首。 朱温为了完全掌控朝政,将唐朝宗彻底变成自己的傀儡。 他便将唐朝宗身边的二百多个小皇门宦官全部坑杀,甚至连打球时的小童和内袁小儿也没有放过。 到了后来,朱温又担心唐朝宗不受他的控制,暗地里会有所行动,因此就派手下杀了唐朝宗。 就在当时,朝仪李建荣想要保护唐朝宗,结果也被杀了。 朱温所做的种种暴行,让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对他那时十分地瞧不起,甚至斥责他是乱臣贼子。 朱温便觉得这些大臣是他建立新政权的绊脚石,于是在华州的白马义将这些朝臣全部屠杀。 而且全部杀完后,尸体就直接扔进了黄河之中。 古人都讲究深归黄土,朱温的这一做法可谓是十分地狠毒。 说到这里,估计各位看官就要忍不住开骂了。 其实,上面这些只是朱温黑历史的一部分而已。 下面接着说一说,朱温的荒淫到底有多么地没底线。 在中国历史上,的确有许多皇帝都非常地好色,但是到了朱温这个程度的,还真算是屈之可数。 在最初的时候,朱温的妻子张氏十分贤良。 他活着的时候,朱温还是比较老实的。 虽然后宫里有不少的女人,但是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 但是就在张氏去世之后,朱温就开始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。 不仅奸淫他人妻女,而且还与自己的儿媳妇行乱伦之事。 朱温的儿子们常年在外领兵打仗,朱温就将自己的儿媳妇们照进皇宫之中,并与其私通淫乱。 朱温给儿子们戴绿帽,难道他的儿子都不生气吗? 其实朱温的儿子们也是个个相当奇葩。 对于父亲这种乱伦的行为,他们非但没有表现出半点愤恨。 反倒不知廉耻地利用自己的妻子在父亲那里争宠,只希望能让自己成为太子,最后继承大良皇位。 这等奇观真可谓是,有其父必有其子,上良不正,下良歪啊。 尽管朱温建立了后良,但是并未完全统一天下。 当时在北方的李克用家族,就对后良虎视眈眈。 李克用逝世后,其子李存旭继位。 相对于李存旭而言,朱温儿子们的能力其实都不咋地。 当朱温的儿子们跟李存旭打仗,然后战败归来。 朱温甚至当场感叹道,生子当如李存旭,李克用虽死犹生。 我的儿子与之相比,简直就是猪狗一样的废物。 正因为如此,朱温对自己的儿子,那是越来越没有了信心。 尤其是在前化二年,朱温亲征河北,却大败给李存旭。 这让朱温内心难以承受,当时便表示,几个儿子皆非其敌手,我将死无葬身之地。 而且朱温在称帝之后,也一直没有立下太子,太子之位一直空悬。 这导致了朱温的众多儿子,个个开始蠢蠢欲动。 在朱温晚年的时候,虽然他有七个亲生儿子,但是他却想将自己的养子,朱友文,立为大梁太子。 就在当时,朱友文并不在都城之内。 朱温就将传国玉玺交给朱友文的妻子王氏,让他将朱友文召回来。 不料这件事,却被朱温另一个儿子,朱友闺的妻子,张氏给听到了。 张氏随后便急匆匆地告诉了朱友闺。 朱友闺大惊失色,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与皇位失之交臂。 所以就想要先下手围墙,杀了朱温夺得皇位。 于是他联合自己的老部下韩晴,趁着夜色急匆匆地开始起兵造反。 夜半之时,朱温被窗外的嘈杂声惊醒,便十分震惊地问道造反的是谁。 朱友闺回答道,不是别人,而正是我。 接着他便派手下的马夫去杀朱温。 朱温当时奋起逃命,但是最终年老体弱,迅速体力不支,结果被一刀毙命。 在朱温死后,朱友闺就将他的尸体简单地用蚊帐一裹,埋在了寝殿的地砖下。 直到朱友闺清理了自己的对手,确认自己已经坐稳了皇位。 他才将其父朱温的尸体移送到轩陵正式下葬。 荒淫无道的开国皇帝朱温,落了个被自己儿子杀死的悲惨结局。 不知各位看官有何感想呢? 其实能够做到开国皇帝的朱温,也并不是一无是处。 他在政治方面还是有些建树的。 他求贤若渴,广收贤财,治国的时候也任用了不少贤能之士,颁布了不少政策,十分有利于人民。 而且为了让百姓休养生息,朱温减轻摇替赋税,奖励农耕。 这使得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 但是,朱温的很多荒唐减分行为,却让他的总体形象大打折扣。 最终让他得到了禽兽不如的负面评价。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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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